长者们跟着专业体势能老师的口令 摆动四肢身体 一会深蹲一会挥舞双手 或是在弹力带辅助之下进行训练 深受长辈欢迎的内湖阿公阿嬷 到底运动吃饭今处比 五月中因疫情影响暂停举办 经过三个月时间 长辈们都快闷坏了 能够重新走入社区一起来运动 长辈们都相当开心 来参加了这个我们变成 变得好像我们的心情很开朗 也对我们的政府很有信心 都很照顾我们这些老人 希望说他能够继续办下去 对 因为刚刚在这里 他为我们服务彩绘我们的指甲 哇 我们好开心 好像年轻了十岁 有啊 来运动以后我心理很好 阿公阿嬷到丁运动吃饭今处比活动 安排了十次热林健身运动课程 带领长者一起运动 节日适中跟安排新移民服务团队 为长者进行指甲彩绘 展现学习成果 这一次的活动呢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四月就开半了 那因为疫情就停了两三个月 那最近已经降到二级 所以我们又恢复 那好多阿公阿嬷都很期待 赶快再恢复 所以今天待会看看 那个场面他们都很热络 那大部分都是熟客 他们都很高兴可以再聚在一起 那我相信他们的欢乐 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得到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 能够继续连续下去 透过每周持续运动 不但促进长者身体健康 同时也增进日记互动 带动社区参与 营造在地乐活的高龄友善社区 让长者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快乐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导 一个人节目 师傅 谢谢观看